艾老师 艾老师你好 你好 我们春季连上线了 大家非常期待 我们现在大概有二十多位的朋友 刚刚是看完 您的这个纪录片 对不起 就是太紧张了 花花为什么这样 那也许可以先请艾老师来 跟我们稍微谈一下 你对这部片词的一些 当时为什么会去拍这部片词 来告诉我们 我们在台湾的一些朋友好吗 先是 是我 是吗 对 就是请艾老师先来告诉我们 你当时为什么会去拍这部片词 然后你想要传达一些什么样的讯息 当时呢是 我是先在网络上看到了艾卫瑞的 老马蹄花 那我当时呢 觉得是非常的 非常的震撼 因为我看到公民的抗争者和警察的直接对抗 在指之前呢 我还没有看见就是冲突这么直接 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纪录片 所以我 而且我当时呢 也正在关注 2008年西川地震 也正在考虑就是怎么样为谈作人呼吁 所以看他这个作品呢 我马上就想到了 因为当时很多人在网络上 就是传播这个作品 大家都觉得 嗯 呃 就是受到很大的启发 受到很大的服务 觉得 呃 原来我们在警察面前是可以有这种态度 是可以非常的 呃 呃 就不是那种躲的嘛 其实我自己开篇的时候 很多时间我也是躲的 就是 因为我们会担心警察把 呃 录像素材收走 就是 就是 不会采取直接对抗的方法 你觉得 因为我也被警察带走了 就是 你就一个人 他他上来 他跟我走 呃 然后查身证 我我所有的担心就是我的素材 是不是会被收走 可是我看阿伯瑞他不是这个态度 他也很直接对抗态度 但是他也有一个不一样 就是他的团队的合作 就是有律师啊 呃 然后有一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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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想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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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呃 呃 可以 呃 呃 今天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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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斷續好 所以我們可以趕快請問老師 台灣之後再請大家來一起聊這部片子 OK好來我們現在把時間給魯老師 艾老師你好 你好 我們介紹我們的這個 節目中的偶像 我知道你是西蒙多奧獎的得主 女性頒一個女性的獎 實在是了不起的一個獎 你剛剛說你很難理解說為什麼艾薇薇 她可以面對公安 而且還可以如此理直氣壯 其實過去女性也是這樣 我以前看過一本的獎格來的小說 一個非常受盡的丈夫欺凌的太太 為了保護她的小孩 免於她丈夫的暴力 後來居然動手打她的先生 當她動手打她先生的時候 她先生也嚇到她也嚇到她 而且她發現她先生其實打不過她 所以她發現原來男人是可以打的 原來男人是可以買到的 原來我老公是可以打的 從此以後他們家的地位都逆轉 那這是一個短片角度 小時候看的時候是覺得蠻有趣 現在才知道說其實這一步最難 有時候我們往往 你像你剛剛講的時候很對 我們過去因為這些 其實你知道嗎 中共也好國民黨也好 他們這些人其實都不是 他們是小人集團 小人集團通常不會單打獨鬥 所以他們一定要打全家 你就是都靠人多 人多然後欺負人少 當民眾人比他多的時候 他就不敢去鬥鬥 那麼這些人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容易心虛 那心虛的人其實如果 你要是一對一句就要對抗他 之後是很吃虧的事情 因為他一定是一群人對抗 愛惠惠聰明的地方 我想就是說 我們剛才在講的這部電影裡面 談到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留下證據 就是不管是您的紀錄片也好 或是愛惠惠他們的系統也好 都是為了提這個不公益的政權 他們做了怕人家知道的事情 但是你們把他留下證據 然後公出一室 這是對抗他們最好的方法 一袋子手頭有這樣子的武器的時候 大家習慣於這樣的武器 點名出來 批判他們 讓這些人修復這些人的時候 其實就是很強大的力量 因為他們基本上是靠沙皇在行下的政權 不過 愛老師我真的想不解的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這部片子人 這名稱裡 把他用這部這條歌 哇為什麼這樣 哇為什麼這樣 跟這部電影有什麼關係呢 能不能先告訴我們這個 我用了這部歌 這部歌在十年 六十年代 一個革命參加對你 這邊的一個插曲 我覺得他其實 我們也可以脫離 那個時候的政治內容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 歌頌友誼的一支歌 就是 就是友誼 因為我覺得這個片子裡邊 其實他也傳遞了一個 共同形成的友誼 就是公民之間的道義擔當 守望相助 就是艾威妹去 我們去到奔川地震的廢墟去做這個死男兒童的調查 談過人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影響 我們為了追求真相 也為了避免危機不再發生 可是呢就是 既然就是 談過人這樣的一個社會良心 被關進監獄 那麼多製造危機的人 就沒有任何追究責任 就是 總理在廢墟上承諾的 一定要 逆查到 絕不呼吸 到最後天消零散 我覺得這都是 一個國家的執政者 非常的不負責任 而且呢就是也 其實我覺得現在我們這個社會的狀況 比09年 15年還要更加糟糕 其實您剛才說的那一番話 如果您要是在中國大陸 我估計會起任 一樣 我們現在已經被關起來了 我說的這個意思就是 實際上社會運動 生活抗爭 到了今天 我們看到其實 這些公民行動者 就是有更多的人受到無情的打壓 並且 比如說 下方抓潭座人 當時他的理由還不直接是說 他去調查洪川地震 而且他就是說 他寫了一個文章 很多年以前寫的文章 今天文章是 他在六四那個階段 他在天安門的一些觀察和感受 那這點 可能今天呢 就是這個打壓公民行動者 絕對不會允許他發展成為一個 接頭的抗爭運動 已經變成了一個維穩的 一個 就是說是個抓人的一線 什麼等二人 你如果幹這個事兒 那就要抓 那麼我覺得今天的公民運動 實際上比艾瑞瑞那個時候的處境 就還要艱難 還要兇險 我再說到 就是為什麼會用到這首歌 就是其實 我覺得在這個片子裡 他是想記錄就是新媒體 攝像機在社會運動中 可以起到什麼作用 能夠創造了什麼新的經驗 那麼不光是艾瑞的攝像機 也包括律師的攝像機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就是 你能夠在看出所裡 把政治犯的狀態給拍攝起來 可是當時呢 就是普通常律師 才是非常的智慧 他就帶著小攝像機放在那裡 他沒有去動那個攝像機 他只是拍攝機 然後他在旁邊那個 若不其事呢 就是把那個電腦敲得非常小 好像在做底部一樣 在和他的代理人交談 但是呢 實際上他把非常重要的螢幕 給記錄下來 讓我們看到了 談座人 他和外面人的互動 就是他知道外面人在支持他 給了他一個 那個 也是一種情感的 這樣吧 所以我最後用的那首歌 我想 我想他和我們行動背後的 那個道理良知 那個感情的力量 要聯繫起來 實際上 都有一個共同的 怎麼說呢 那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大話 是你朋友 這就是朋友的意思 我自己看影片的最後一段 特別是 股市場的另一段 在這個 探索所或監獄那個地方 再去做這個 拍攝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利 特別是 很感動的地方 就是 這個 股市場把所有在外面的朋友 一個一個唸出來 我覺得就像你剛剛講的那個 這個事實上包括很多的公民行動 或所謂社會運動 它其實 建立在那種所謂的情感 的那種所謂的聯繫 是非常重要 我很常會覺得說 社會運動的群體 其實有點像黑道 有點像黑榜 就是所謂的兄弟之間的 或是所謂的姐妹之間的情感的經驗 是非常重要 那我自己想問 就是 中國的這樣的一個 這麼 浮原廣大的地方 其實 不見得每個都在北京 或是都在廣州 那這樣的一種所謂的社會情感的聯繫 它到底是怎麼促成的 就怎麼樣 它能夠去 把這些可能身處在不同地方的人 或者是 在不同位置 關線的這些議題的人 它可以整個把它鄰居在一起 這個力量 這個中間的那個所謂的 秘利亞那個圍界 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 你提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問題 其實也是 目前來講 我覺得這個 主治者也非常 也非常知道 這個人性的力量 這個道義的力量 是有一個感情的扭帶在這裡 因為我想 像許志勇啊 定家綺啊 趙長欣啊 他們都是我的朋友 還有像江西的劉平 我們現在說的 新公民運動的朱軍 他們推動了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就是公民同誠 公民同誠 公民同誠 反對圈 就是大家一起吃飯 那麼通過吃飯呢 大家可以從線上走到線上 可以面對面 可以彼此看見 那麼當彼此看見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比如說 過去大家一直在 線上交流 可能就是有一些觀點 和價值上認同 但是不一定能夠凝聚成 一個行動的力量 比如說 當我後來也開設過其他的審判 比如說 當填禧受審的時候 埃之力活動家到現場去聲援他 或者說 當奴隙記者王立宏受審的時候 那麼朋友們回到他的現場 而他之所以會被抓 被審判 是因為 三網民 不見三網民案中 他去呼籲言論自由 那麼他到了現場 其實這裡面都有一個 就是我們怎麼樣把我們在網路上 我們認同的價值觀 怎麼樣變成我們這個社會裡面 可以實現的價值觀 我覺得中國目前的這個社會運動也好 社會治理也好 其實都在這個關節點上 就這個關節點實際上是一個瓶頸 就是如果突破了這個中國社會的變革 是指日可待的 因為中國社會 目前是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危機 就不要說誠信的危機 政府治理的危機 就包括環境的危機 公共建築的危機 包括公民居權的各個層面 我們看到就是 很多社會問題是非常嚴重的 侵犯人權的這個犯罪是 我覺得有的時候就超過 可能都超過日本人侵略 中國的時候 哨殺搶劣 比如說拆遷啊 這個黑社會包圍 砍斷誰的頭啊 砍斷誰的手啊 或者訪民幫黑監獄 然後人失蹤啊 也包括近期發生的這個 中國法醫學會的副會長王雪明 這個中國的那個 最高檢察院的首席法醫 毅然就說退出法醫隊 他不僅是說要退出中國法醫學會 不再擔任中文獄 他甚至說連他的那個職業生涯都要退出 但是不要再做法醫了 因為他修理於這些人為 他都說出了這樣的話 就是說 我王雪沒拿到 我就是犧牲了我的生命 我也沒辦法精神 那麼多錯誤 因為太多的上帝天良的這些法醫 他們不說實話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不是擴充我們的施法公司 需要正義效益 那麼 一個擔任法醫學會副會長 人對這個法醫的狀況 都到了正不絕望的程度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社會有多少冤架錯案 而能夠糾正這個冤架錯案 那個能量 那個力量 就是琢磨的微薄 那麼我再隔過來說 這個西宮民運動裡面 組織這個紅塵犯罪 這個公民圈 其實也是希望通過 人和人之間感情的聯繫 其實基督教會也有這樣 就是教會也有教友的見面 他們的交流互相形成一個團體 那西宮民運動現在也是 他們在廣長一段時間內 就是希望從事建設性的工作 公民能在一起互相認識 互相交流 提出我們各自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比如說關於教育評審的問題 就是戶口不在累積的家長 他們的兒女 能夠能夠平等的參加報告 或者說是像城市拆遷的 暴力拆遷的問題 或者是城管的問題 或者說是其他的國家暴力問題 訪民 匯監議等等等等 但像現在這個西宮民運動 遭受的打擊是相當的嚴峻 相當的基本上各個城市 也活躍的公民行動組織者 基本上就關在街上裡去了 關在看守所 就不久以前像廣州的 郭欽雄啊 就是自詢 許志勇裡之後 其實郭欽雄私有這個情報 所以就是花了有點多的時間 可能就有點離席了 我實在是太想就這個話題 所以說希望有更多的人 來關注這些正在和 失去自由的人 就是也是剛才說的 因為我看了台灣的紀錄片 我看了那個《牽软》的時候 我也非常非常的感動 我看了好多次這種片子 就是在不同的公民牆裡頭 不同的人去看這個片子 每次我看了我都非常的激動 因為我覺得台灣它也走過了這一段 也走過了人們走上街頭 不怕犧牲 爭取100%的言論自由 當然我不希望中國 那麼多人會付出那樣慘痛的代價 因為台灣是創造了一種轉型的經驗 可是基本我們都有很好的願望 可是我覺得目前的形勢 目前的處境 人權工作室的處境 還是非常非常的嚴峻 很多人從個人來講 他明天就要出獄了 前幾天我跟他的太太通過電話 他說他的狀態還挺好的 他一直在門扛下來 就這五年 他一天也沒想到扛下來 明年三月二十八號 他就刑滿了 應該是出獄了 據說他在監獄裡邊 目前可能警察對他比較客氣 也許有一些人他們知道他的情況 可能內心還是認同的 他並不是真正的最壞 可能是這樣 那我差不多了 我覺得人們彼此之間的 因為你主是生活 你主不是代言 你主必須是生活 那麼我們如果想把它變成我們的日常生活 人們當然要在一起 我覺得當然要在一起 要互相認識 而且互相認識也很大 過很多刻板印象 其實很多年以前我去參加一個人生培訓 那時候我的兒子剛剛上大學 大學一年級 我說我要去日內網參加一個人生培訓 他說第一句話 他說媽媽你是不是要變成一個意見分子 因為對他來講 這個意見分子就是一個很莫名其妙的一種人 很莫名其妙的一種 就是可能會遭受一些莫名其妙的危險 還是什麼的 他 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 人權在中國是沒有一個正面的意義的 比如我們想到人權 可能就想到衛京生啊 或者是監獄啊 反正是一個模糊心的 一個很負面的論理 你不要去沾塌 你要沾塌就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那現在我覺得 我們從2013年人權寫入憲法 憲法裡面也有這個 國家均術和保障人權 儘管國家都這麼做 可是畢竟我們還有一個可以原理的打條 很多人站出來 看對人權 那麼我覺得這個人們開始一直了解 抗拒恐懼 那個抵抗意識形態 強加給人權工作者的那些雕刻化的 那些那些刻板立項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人要面對面 包括人要看紀錄片 然後從紀錄片走到現象 彼此交流彼此了解 達成共識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社會運動的一個很重要的準備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不是只有在網路上面 這種所謂的visa 但是在網上也必須要先相互的接觸 那在台灣其實有一句話 就是這一陣子台灣的 這個所謂的拆遷的議題也非常嚴重 所以用一句話也許可以跟大家老實來講 就是所謂一方有難 八方來救 就是一個地方出現的災難 然後其他地方的人都一起來共同來去支持 來當作是自己的事情 好那也許我們現在可以把時間來交給 我們現場的朋友們 那大概我們現在有20位左右的 這些朋友 他們可能是來自於不同的地方 也來自於不同的這種工作 那不曉得我們現場的朋友 有沒有一些要跟艾老師分享 或者是開完電子之後的一些 違規以及你對一些中國社會 中國維權的一些議題的看法 不曉得現在有個朋友 好來 可能是您先稍作介紹一下 對 艾老師不好意思 我是 我在那裡 我叫 我叫蘇美亞 然後 嗯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 您與 您與那個 葉海燕 生於葉海燕的事件 那我想問一下說 現在葉海燕的狀況如何 然後第二個是 就是說 不曉得就是說 台灣這邊能給 中國大陸這邊的人權分子 有什麼樣的協助 是你們需要的 謝謝 謝謝 好 好 艾老師聽得清楚問題 好 那請您來回答 第一個是有關葉海燕籍 第二個是 台灣如何去協助 中國人權運動 或是這些威權人士 我 我 退下 的情況 因為葉海燕是 湖北人 我也是 家裡也是 我現在也在 武漢 在我父親的家 一日假期 葉海燕呢 從 在廣州呢 可能大家都了解 到處被驅逐 他們現在是安全的回到了家鄉 因為他女兒要在 今天上學 馬上要面臨上學 他需要 在所在一起上學 比較方便 因為他涉及到戶口的問題 如果你沒有戶口 你沒有當地主義身份證 在廣西或者廣州 在廣州不可能 建議他前一段時間 所以他準備在 在湖北他的老家 暫時安頓下來 然後呢 那孩子在新學期呢 可以上學 然後 這個 社會運動的事情呢 就是 把家安頓了以後 再重整西谷 所以他現在是在家鄉 警察也去找他 但是沒有 沒有給他太多的麻煩 基本上是這個狀況 他這一路吧 當時有一個 好消息 對不對 從 從策劃去海南取牌抗爭 然後到 回到廣西國百 被警察抓 然後到被拘留出來 被驅逐 然後到廣東四處 被逼迫 最後 把老家 這一路呢 有一台攝像機跟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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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紐約大學的 學紀錄片的一個碩士生 他也是中國大陸去的 一個朋友 他紀錄在所有的一切 所以 我覺得應該是有一部很好的紀錄片 大家可以看到 好 好的 剛剛有第二個問題是 您覺得台灣 這邊可以如何去協助 中國的維權運動 不過在你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可能要先跟你報告一件事 就是 你之前因為葉海燕的這個事件 曾經也 上演自己的行動藝術 就是 也是伴侶上身 那在台灣的這個Facebook 在臉書上面 其實也在流傳 不過沒多久 就被屏蔽起來了 就是因為 有人去擷取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就是因為 不能就是有裸弱的 這種所謂的照片 所以在台灣被屏蔽 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不知道在台灣的情況 我知道在國內呢 也有很多朋友傳 我後來就在我的博客上 寫了一些文章 就是想為什麼我會開這個照片 因為 也有一些人 就說 哎呀 怎麼阿老師傅會這樣啊 就會很悲情 我說我一點悲情都沒有 或者是想 開放之後我找了 就幹掉你 我的意思是 我們要 把他做一個很強有力的 就是 你要吸收 我們可以反抗的 我覺得我們那些孩子呢 就是沒有給他這個信心 當然 當然 不是說所有的孩子 在色狼面前 他都有戰勝那個 色狼的能力 實際上 我們正需要整個社會制度 有一個屏蔽去報 這些孩子 但是現在 我覺得這個問題的發展 是非常的可思議 因為不久前我們知道 就是海南那邊 報這張案子的那個記者 被他的報社辭退了 其實我們看到一系列 報復行為實際上都在發生 就是 我對於目前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 是 我是覺得非常非常的 進入了一個非常大的倒退 我覺得 就是雖然 一方面 公民的抗爭 是很堅決 非常多的人 站起來說話 我們在微博上 西方微博上 Twitter上 都能看到一個洶湧的主意 就是揭露腐敗 抨擊國家暴力 包括前一段時間 就是城管 共襯火打死瓜 那樣的事情 到前幾天 連一個在體制內 長期身居高略的法裔專家 都憤然辭職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社會的腐敗 這個社會的黑暗 以及這個社會的制度上的混亂 你們到底有什麼樣的成立 嗯 就是說 再回國外說 就是說 我覺得 那個台灣的關注 香港的關注 全世界媒體關注 對於中國的維權的社會運動 是非常重念的力量 非常重念的力量 因為那些官員 他們為什麼要通微博 他們不是怕這些信息被揭露出去嗎 包括 包括 有時候是 有時候在一些小地方 一個 對某一個市長的信息 或者一個實力舉報 中國給這個舉報的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直接的人身傷害 毀滅性的人身傷害 我覺得 一個個國家走到這個地步 已經到了非常非常危險的程度了 那麼 如果沒有一個國際關注 如果沒有兩岸的人權工作者的協力 不同的關注 互相的支持 互相的支持 我覺得 這個社會 的倒退是 就是 就是 因為很多事情跟文革差不多了 就是 只和文革不一樣 就是 文革內容整個國家是完全封閉的 完全封閉的 就是整個 爛殺的事情發生在1966年的8月 就是目前這樣一個時刻 所謂的紅8月 那麼多人流血 我覺得現在唯一的區別 就是 就是 很多眼睛看著 我覺得 這個觀看的力量 這個關注的力量 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 台灣的關注力量 非常重要 其實對每一個人 服務工作者 個人來講 也是很大的支持 正好我們今天 可以這樣交流一樣 因為我在 很長很長時間 我在 在中國大學 找到這樣交流的經驗 其實就是 他們也看 他們也看作品 他們自己私下也看作品 可是 當他們決定做一個活動 或者發出一張海報的時候 我曾經遇到過這樣的情況 比如說 我們一個酒吧 就被警察給端掉了 被擁擠他拍了 然後或者說 我在深圳遇到一個情況 我們正在辦公室 警察進來 警察、承務管、便衣、國保 反正那一堆人拿了 扣量的攝像機 把他們整個現場 給包圍了 然後拍照 給每個人錄像 就是那種狀況 根本沒有辦法 今天放棄 其實我跟吳豪倫老師 我們都是台灣全處境會的指揮 其實吳老師這邊有一些 怎麼跟中國文權的事 過去接觸的經驗 也跟我們現場的朋友 還有跟艾老師這邊 來做一些分享 艾老師 你剛剛講說 就比我剛剛說的那一番話 如果我在中國 我們就會出事情 對不對 嗯 對啊 那我 我這種講話 從17歲就開始 講了30幾年啊 我今年要50歲了 我17歲就開始反國民黨 那時候國民黨 跟現在的共產黨 差不了多少 但我倒是不太敢去中國 是真的啊 因為 我們台灣人權出席會 台灣最保牌的人權團團 一直到最近的這個 江西這邊的兩人組的這個 粵版 牌股 就是我 也 也跟這個 其他國家的 公民團體 會跟軍團體 聯手 救了不少中國的政治犯 出來 所以我是不敢去中國的 連我去香港 我都被 我四個都到香港去 因為香港的那個 國際特色組織 AI 他們邀請我去 但是 我收到他們的 這個 行程 行前虛勢的時候 特別講說 吳老師第一個經理 低調的進到香港 然後進到酒店 第二個 我們正式要開工作坊的時候 他就說 請大家 把錄音 錄影的機器全部收起來 我說為什麼 他說 要不然的話 可能會 危險 我說 這裡是香港嗎 我說香港人 全部都笑了 但是呢 幾位從中國來的朋友沒有笑 原來是為人保護他 所以你剛剛講 我完全同理就是說 中國確實呢 這幾年的這個人權的水準 極速的後退 很嚴重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也遇到同樣的問題 在2008年呢 我們現在這個總統 馬英九先生上任 然後中國的特使 陳雲林 在中國是個小官 但是他來到台灣之後 這個馬英九政府呢 他就 用這個中國 的規格 就是 非常低的規格 鎮壓人民的方式 去 親民這個上國的大使 從2008年以後 台灣的人權水準 也就急速後退 那我們發現說 理由是 第一個理由是 因為 台灣的這個政府 為了要迎合中國政府 所以呢 他把 我們已經努力 爭取到了很久的 這個 人權的 成果呢 全部都 一七天都被降到 要跟中國相同 那當然這個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他 這幾年來的做法就是 朝著這個方向去做 所以我們第一個反應 覺得說 台灣呢 是確實 我們覺得很不願意 但是我們很難 跟中國現在的人權狀況 說我們完全是事外 本來我們 有些人還會有 到2008年之前的想法 就是說 台灣呢 是至少在人權 民主發展上面 我們遠比中國進步 所以呢 我們應該可以協助中國 我們好像剛剛 有我們的朋友 也會說 沒有什麼可以幫忙你們的呢 但是我坦白講 我現在覺得說 我們可能要互助了 這個 台灣已經不在 或是說 不太可能 我維持 永遠維持說 人權的 相對於中國 好像我們比較進步的 這樣的狀況 因為我們 也是比較小 然後容易受到帝國的影響 兩千 我們先受到 美國贏會911之後 對於反對這個 恐怖主義的那種恐慌 所以美國已經 極速的降低他們自己 國內的 或者對外國的這種人權的 狀況 所以美國已經糟糕了 現在再加上中國 中國 因為美國的墮落 最高興就是中國 所以一個真正的帝國 跟一個準備崛起的帝國 這兩個帝國 其實都是反人權的帝國 那我們這個小小的島呢 要抵抗它 確實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其實說 我倒不敢講說 我們可以幫你什麼嗎 但是我覺得 中國的維權的朋友 可以幫我們影響大 盡量的把 你們所記錄到的 所掌握到的 這個中國共產黨無恥 他做出這個 維繁人群的所有事情的證據呢 盡量的傳到 讓我們台灣的朋友 讓我手裡 我們負責幫你轉出去的 同時呢 也負責讓台灣的朋友 知道說 現在我們的政府 正在學習 中國政府 這兩個政府 一個國民黨 一個共產黨 本來他們是雙胞胎嘛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 用解釋說 這是因為 族群 的屬性相同 或者說 這是因為 什麼樣子的狀況 歷史上的淵源相同 我想可能不是吧 中國的人權急速退後 這個退步 跟台灣的人權急速退步 其實有一個共同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調到這個 所謂全球化的資本狀態 這個 這個統治之下 也就是說 我們最近 我們看到說 Terry Eagleton 他寫了一本新書說 為什麼馬克思是對的 到了21世紀 突然又回顧來講 原來呢 我們又掉不到階級都能去了 台灣跟中國的 的 的一些 政府呢 越來越接近的原因 就是說 他們開始把自己定位 或者說 他們自己就是一個 完整的一個 同事階級 能夠 這些人 人數不太少 但是他們控制 絕大多數的資源 絕大多數的資本 絕大多數的政治權利 那麼這些 這些人呢 如果 你能夠進去這個團體裡面 這些 這些裡面 其實你不管是 維吾爾人 西藏人 什麼人 原住民 你一直要不進去 你就是自己人 所以這些人 其實人數是很少 可是呢 他們又 同時又是整個 這個跨國資本 的這個 走口 或者說 我常說是這個 保全一樣 公安一樣 把自己降低 所以 在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台灣不是只有 跟中國 連線 其實我們台灣 中國的這些 維權會比較 跟全世界連線 其實真正的重點在這個地方 那麼 現在我們是因為 語言上的優勢 所以我們台灣 中國 香港比較容易 可以互相交換 這些技術 資訊 我們可以互相互通有無 我們在台灣 盡量去暴露 中國政府的 惡劣 那麼讓 在台灣 只講中國好的 那些 被中國政府收買的 媒體 或者說 跟中國 想要跟中國一樣 墮落的台灣政府 讓他們出窮 在這邊 減低中國的正當性 其實也就是 救了台灣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狀態 我們現在已經 坦白講 已經超越了什麼 兩岸不兩岸的問題了 現在事實上 就算我們不要說 什麼世界 其實在整個亞洲上來看 也沒有人 中國就好像 一個圍城一樣 一個快要青島的大樓 沒有人希望 他倒到他那邊 怎麼辦 我一個人就全部進去 幫忙把他讓他不要倒 可是我發現 中國不是真的要倒 是 那一群共產黨 會讓你倒 所以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力量集中在 就完全針對 這個骯髒的政權 先不要一談 什麼中國人 為什麼那麼冷漠 中國人為什麼文化上 其實比較不適合 民主政權 我覺得都沒有 大家都是正常人 普通人 很多人可能會被洗腦 但是你既然有可能被中共政權洗腦 你有可能被一個正常的政權洗腦 教育有時候是那麼吸腦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把 這個焦點全部集中在 把現在中國共產黨這個 會議政權他所做出來的 所有違反人權的事情 全部都摊開 公諸於世 在中國被罵的傳人 來到台南我們幫你傳出去 一方面我們可以教訓 我們自己國家的政府 一方面你可以幫忙 我們維權的朋友 透過我們的管道 讓世界上更多人知道中國的狀況 把中國的影片 就是有的影片在中國是沒有辦法多 可是我們把它帶到台灣 上傳到台灣各式各樣的平台 那這個資訊其實是可以再擴散出去的 這也是一種可以去嘗試的做法 那艾老師不曉會剛剛 吳豪倫老師的這些 他的意見或是觀察 不知道我們有什麼樣的看法 那個 我很清楚 可能是因為網絡連接的問題 我後面話不太清楚 OK 就是 剛剛吳老師的談話 你有聽 都有聽到嗎 他這個 可能是因為我們這邊那個 網絡的問題 他自己的話是斷斷續續的 OK 好 那沒關係我們現在還有朋友 還有一些問題想要跟你們請教 那我們是不是請這個朋友 請你先自我介紹 艾老師好 你好 我是兩年前有跟您聯繫過的那個 因為我自己有主編那個 誰他還入味 我跟您要過一篇稿子 我是許凝翰 然後很高興在這邊能夠有機會見到你 也祝您身體健康 然後我自己是對您的作品就是一直有在關注 然後今天下午到晚上也都看您的作品 所以我的問題會比較靠近您的作品來 來請教一兩個問題 就是我自己的問題是關於說 您提出這種社會運動紀錄片本身的 美學就是要在現場 然後材料都要在 基本上就是一個美學最基本要求 那因為我有讀過你2012年跟張貞教授的那個訪談 所以有理解到就是您提到的一些面向這樣子 那但是我自己還是蠻好奇 因為畢竟戀愛會不會有關係 就是我對這種公民運動跟藝術之間表現的這個結合 不過老師您過去提過什麼跟歷史的靈魂相遇 或者是說有一種情感的連結這件事情 那麼我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在社會運動紀錄片這種範疇裡面 是否在您這種 因為我看您的烏凱三日非常的振奮 因為短短三天您卻可以拍出如此流暢 那我注意到兩個細節想跟您請教 第一個就是說 不管是烏凱三日裡面 你用了張建興的材料 然後或者是說 畫的為什麼這樣紅 裡面用了愛會不會的廣告嗎 題畫的材料 是不是在社會運動紀錄片裡面 可以慢慢開放這種 不同影像資源素材的結合 然後這個東西是 一種新的合作方式嗎 還是怎麼樣 然後這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我讀到那個胡捷 就是對您那個 就是畫的為什麼這樣紅 不抱歉 是烏凱三日裡面的一個評論 他說到說 您最後也用了一個 就是國際歌 當結尾 那雖然是 當時是原本是從一個農民那邊唱出來的 然後後來你再把它轉出來 那因為剛剛好像也有那個老師提到 你用那個畫的為什麼這樣紅 是一個類似像紅歌的歌曲 那我第二個問題就想請教您 就是說 這個歌曲的使用上 是不是您想要再給它 賦予新的意義 謝謝 好 謝謝 你的問題也有點多 希望我們沒有前言不大透明 你的第一個問題是 公民在社會運動中的影像資料 是不是可以有一個共享的方式 就是這個呢 他就不同意以前的作為作家 個人的作品 他會比較在乎個人的版權呀 個人的創意呀 個人的屬名呀等等等等 這個問題呢 我和艾薇薇都有過討論 我呢是 一個是很認同他的觀點 另外呢我也受他這個觀點的啟發 因為在老媽的話裡面其實有句話說 我們就是要用閃電站 跟希特勒一樣的 他就意思就是說 因為你人少嘛 就是說這個搞社會運動的人 力量是很弱的 你能夠用的力量就是動員 社會動員 你要讓更多的人認可 那麼艾薇薇去 譚舟人那個現場是很少的 去到了現場 然後他就遭遇到了警察的暴力 他我覺得他是非常地看重 就是傳播的速度 他就認為這個事情我 越早就把它傳播出來 我就可以 越早地動員這個社會觀眾 就是讓這個社會觀眾 到社會正義的這一面 我覺得他也知道 就是警察很怕這一點 警察很怕所有的一些被曝光 被揭露出來 而且警察很常見 他們是不在 他們是覺得你沒有辦法 他可以生死你 你沒有辦法 你不得舉證 你讓你去報案 他也不受理 基本上他就打你一個白打 我覺得就像過去老鼠寫 駱駱駱翔子這個小說裡頭是說 他說我打死你一下 我打死的蒼蠅 我放了一下 放了屁 也就是說他 你這時候總是在他手裡 警察是在的 可能成都的警察 第一次遭遇到的這樣一件事 就是他們的行為 居然不僅是在國人面前晃光 而且最後變成一個世界 在德國的藝術展 基本上就丟人丟大了 他們沒有想到這個人 所以我覺得艾瑞他就強調傳播的速度 就是我們應該用這個速度 再一個他也認為所有這些作品 他做完他都把它放到網坡上 那麼很多的人去關注去分享做回憶 我覺得在這一點上艾瑞瑞是非常擅長這個行為藝術 就是運用這個媒體的力量去動人不明的關注 把它凝聚到一個重要的社會事件上 利用這個社會事件傳播一些有關社會公正的理念 我覺得他是作為一個藝術家 他比很多很多中國藝術家有更強的社會責任感 同時有更自覺的運用媒體的意識 以及他非常開放的心態去探索各種可能性 比如說像我原來做這個 我可能覺得這個作品沒有剪好 你卻不能把素材放到網上 另外我也覺得你放到網上很多壓縮 壓縮回小紅通常做剪輯的時候 每一幀圖都很用心地去剪 每一秒都多一個東西 多一個掃子的東西 可是你放到網上壓縮那麼小 我覺得對這個作品的質量 是有很大的減損的 而且呢 我也希望我們應該是好好做一個作品 然後就像在你們現在這個場合一樣集中起來 大家很認真的去看 然後有一個認真的討論 然後你放到網上共享 你東點一下西點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我不太能夠接受這種方式 但是我覺得艾瑞瑞呢 他這個也打破了我自己一些 比較狹隘的方面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社會大衝 由於相當多的社會衝突的信息是被屏蔽的 是他沒有辦法從其他渠道得到的 所以一旦有這樣的信息出現在網路上的時候 很多人是非常關注的 就是大家 其實很多人就 我們把這個作品放上去 很多人就義務地在那裡做搬運工 把他運動都在網盤上啊 然後自己去在QQ上去傳播呀 去發廣告啊等等等等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觀念 其實改變了我的想法 其實我後來在10年以後 基本上把我所有的作品都放在YouTube 或者是 有一個叫Dark Song 一個網站 我竟然放在三個網站 就是視頻的網站 都放過我的作品 但是基本上呢 在中國大陸呢 就是這些作品 傳上很快就被刪掉了 就是能夠保留下一個作品 就是很少 嗯 我覺得這個是 艾德瑞的一個衝破 就是 他不在意 個人的作成證源 就是比如說 比如說呢 我們有時候覺得 你投入很多去拍一篇 你走啊 稍微一點成本 就艾德瑞他是完全不考慮這個 就是 迅速地上升 迅速地讓他 變成一個公益和共享的東西 然後 他在用其他的時間 他慢慢地剪 或者剪一個作品 或者去參加 一些藝術展 因為在這方面 艾德瑞本身呢 他演繹 一般的人 有更多的 那個傳播方面的人脈 因為他在其他 作為藝術家的 這個經驗 他有很長時間了 他也積累了 他的人脈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 我覺得作為公民媒體 他就要算一個巨人嘛 就是 有很強的 發不出資的能力 一直到現在 他還是這樣 就是在坤德上 還是有相當的理想性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點 就是公民與相 他們的那個 那個共享的意識 他共享的意識 可能是要超過很多 獨立藝術家個人的作品 但我覺得 他的藝術公民跟觀眾也很一樣 就是包括最近北京的一些藝術家 有個藝術家 有個藝術家叫 邝老虎 我們在那個 那個 Google家上面 就可以看到 他們推出了一個 就是 漩渦中的公民藝術 這樣一個 一個藝術展覽 那展覽裡 也有我那個 開放角落的圖片 有一系列藝術家 和非藝術家 做了 關於社會的 那個作品 關於強拆啊 警察暴力啊 性暴力啊 性暴力啊 等等 就是公民關注的 他這個 這個作品 我們在這個 網路上都可以看到 就我覺得 實際上這個 公民運動也 影響了相當多的藝術家 吸引了相當多的藝術家 使他們 轉變了 就是轉身 投入到這個 更強有力的社會運動裡面來 就是做出一些 一個 不同於個人創作嘛 說 一個和社會的 現實有態度關係的 這樣的作品 也吸引了 很多的那個 公民的觀眾 比如說 他們做一些 做你們呢 有些訪民就會 澄清節瑞去看 像北京 這個 這個 仲莊 還有一個 藝術家 他也是 他搞了一個 訪民藝術講習所 叫莊征揚 這個作家 他搞了他 就是 讓他們現在 把他們的願望 講出來 然後 用他們自己的材料 當他們自己來做作品 和藝術的方式來 表達他們的心聲 所以我覺得 這個 藝術和公民運動的結合 以及 由此產生出 藝術傳播的一些新的品質 比如說 共享 網絡傳播 然後 試驗者 參與 我覺得 他都是 都是這個 公民媒體 發生影響的 一些特點 然後 你說到 還有一個問題 也是涉及到 影片中的配樂 就是你想到 武漢三日 用到 其實武漢三日 就是 可能大家也注意到 就是 花兒衛生教 他其實已經不是 原作裡的 那種經典唱法 他其實是帶領 導覽唐朝鵝樂隊 用搖滾的方式來唱 所以唐朝鵝樂隊 他不僅搖滾 他唱了 過去 五六時代 所謂 紅色文化 後體中的一些經典歌曲 他也唱了 毛主席 一部歌 但是我們知道 在他的搖滾 他其實都有一些編幅性在裡面 就是他也感受到 他原來是 那個經典作的 一個傳播意識形態的那一作 他就把那個意識形態中 相當程度的消解掉了 但是 在西加爾巴爾衛生的家伙 我覺得他保留了 因為本來 那些新雕名的歌 他不是那個 他是被這個革命藝術 偷來欠用的 那我覺得 唐朝鵝樂隊 通過搖滾 他是讓他翻演了 就還原來他的民間的 一些特點 就是讓他回到 日常生活的脈絡裡面 像《國際歌》 或《烏海三日》 我覺得當我使用他的時候 像《死守無敵》 也是有距離的使用 就是 共產黨兩千金是怎麼承諾的 人家是怎麼期盼 還是事實又是怎麼樣 所以在和影像 他實際上 有一點疏離 有一點疏離 完全是 不完全是互相印證的使用 其實很多地方是反的 那個《國際歌》 我覺得它是 其實它是現場聲音的一個延伸 一個延伸 就是它本來就是 農民們開會的時候 他們放在那裡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就是在這個大陸 因為這個民間文化 它被這個難文化摧毀了 是非常嚴重的摧毀了 所以實際上這個 如果說民間 當人生調歌曲的時候 那幾乎很難有 幾乎很難有 純粹的民間歌曲 它可以流行起來 所以實際上 我們看到《國際歌》 它只是用不到了 一個經典的歌曲 但它用這個經典歌曲 它把它變成一個 可以付全民自己的 這樣一個分泡 我現在來唱 就是 不要就是你 一切都靠我們自己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 比較有意思的 我們可以去 再做研究的這個 紅色文化 曾經被唐文化 偷居借用 然後民間的力量 在伸張自己權利的過程中 重新奉取它的意義 讓它回到這個 無產者革命的這個脈絡裡面 我覺得是 是一個有意思的借用 好 好 好 我們現場可以有多少 還有其他的問題 我們還有一位女士小姐 艾老師好 那個 你好 我是今天第一次看畫 為什麼這樣 縫這部片 那我之前看過老媽提花 所以我覺得這樣兩部片片的 兩鄉的一個對照價 讓我對這個事情 對 或是說對中國有一個更完整的 現在狀況的一個認識跟理解這樣 對 那我對艾老師有一個好奇的疑問 想要問就是 那 老師開了很多作品 那不知道你是不是一個 因為你剛有提到說 就是你其實是有歷式的想要用 像影像做一種功能運動的一個工具 或是一個策略的方法 那我想問你 就是開了這麼多的片子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 你想要追蹤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軸線 一個 或是說追蹤一個什麼樣子的一個主題 想要傳達一個什麼樣子的一個想法這樣 就是不同的片子之間 你是不是有意識的 嗯 發了一個主題 然後想要呈現一種 一種脈絡問題這樣 對 這是不是有關聯的 還是說他們一個都是一個隨機的發生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這些 就是片子完成之後 你是不是對他怎麼樣子的 一個運用跟發生 有一些什麼樣的行動法 或是你覺得 有一些什麼樣的策略 所以可以去讓他更多的發生 這樣子 這是我兩個問題 呃 愛老師請先稍等一下 因為我們其實原本 表定的時間是9點 那我們現在大概已經9點45分 那 也許我們時間就到10點 不曉得現場有沒有其他 朋友有問題 我們可以一併提出來 然後最後再請愛老師一併來回答 有嗎 好 好 那 無多目有嗎 OK 好 那如果現在我們沒有提出問題的話 我們還是就 請愛老師來來談 就是其實剛剛有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 這麼多不同的作品當中 有一種一個共同關懷的軸線 對不對 共同關懷的軸線 那我們就麻煩愛老師來回答這個 這部分的問題 我 是一個 一開始 有一個問題 是 我 我 他這個 我們這個作品 是不是有意的推動 呃 影像和公民運動的結合 呃 我覺得是的 我確實是 呃 覺得這老媽出發創造的紀念 是可以推廣的 所以我讓他裡面的所有人都出來說話 實際上最後都要說一句話就是 所有的一切是可以做到的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做 呃 呃 當然呢 裡面才算插板 就像 呃 或者是像 啊 張憲 還有像 野夫啊 這樣的就是 呃 真正的做電影研究的 或者是藝術家他們的想法 包括像 呃 呃 在艾瑞的工作室裡面 藝術家聚會和彼此交的那個 呃 呃 呃 有一個鐮刀土壕的那樣的作品 其實 他也想記錄一個社會的脈動 就是說這個社會 他已經到了一個變化的一個關節點了 他們在醞釀之後 這種變化 知識分子 精一層 他們在渴望一種變化 這個變化什麼 就是要柏林牆擋著他的 這個前面 其實人們覺得 這個牆一定要擋 我們一定是看得見這個擋 而且我們是推路這個牆擋的 我 我希望 就是 就是記錄一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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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運動 但是我知道 實際上的人到現在 牆還沒有 實體牆還沒有 可是在人心目中 你們這個推牆的力量 是 這個 這個力量在引動 這種 強大的動力在引動 我覺得 呃 呃 這個是中國社會的一個賣流 這是一個賣流的跳舞 呃 呃 我覺得在這樣一個社會 變化期 這個 紀錄下來 對歷史的作用 對於 對於 直接社會的問題 有取證的作用 然後呢 我覺得對於這個 從事社會運動的人們 他們有 有一個動員 有一個凝聚的作用 就是我們 把我們自己說的話 說出來 讓我們自己聽見 彼此看見 大家可以看見 我們有一個 呃 有氣的傳遞 有一個價值的認識 我覺得這一點是 是非常重要 因為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人 大家都是肉身嘛 但是 如果一個人很勇敢的 不怕 呃 這個 打壓 那 他對於我們內心的這個弱弱 就是一個強制感 其實我們在看這個過程中 當我們一起共鳴的時候 我們 我們內心的一種正面的能量 也激發出來了 然後 我再回到 您剛才提的那個問題 就是說 我這個作品是不是有一個主線 我 我做那個紀錄片的開始 是從 演 和學生一起演藝到國外開始的 我當時 拿起攝像機 我就想 我說我要 開創中國 女性主義紀錄片的歷史 因為那個時候 我教女性主義研究 呃 用了一些國外的紀錄片 或者是美國的一些紀錄片 但是我在想 我們中國的這麼多問題 我們就 沒有自己的紀錄片的材料可以使用 而且 會是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去做的這樣做 所以我一開始做的這個 和社會運動有關的 這個紀錄片就是 就是關於那個 湖南 一個 一個女教師 她遭受了性暴力 最後不明不白的死掉了 然後這個安理不能一案 是從這件事情開始的 所以這個 紀錄社會運動的 這個意識呢 一開始都是有的 嗯 但是我覺得 我現在的想法呢 是 我當時是 這個 一個雄心勃勃 但是我現在 我我才覺得 就是隨著這個 社會運動的 蓬勃 興起 遭受了巨大的 錯誤的打壓 我知道 其實這個 公民影像 跟那個社會運動一樣 都是同樣的 面臨著很困難的處境 很相當困難的處境 所以 呃 我看到的 我其實這是 呃 我自己覺得 呃 非常好的一面 還有 我看到就是 不同的人 他們也在創造不同的影像的經驗 比如說下午過去 我就覺得 一部座比較開很長時間 然後往前幾度出來的強大 可是現在我們機器 都都在拉出變化 比如說 你用卡片機 用無相多機 無相帶 還有機器轉 呃 哦 對不起啊 他好像石膠呢 有出類別的問題 事情非常有挺慢的 呃 呃 我們現在看到的 比如說 他用卡片機 很快就可以 呃 看到福教 然後也很快就可以 就是這個 馬拉西宿仔推薦的一個 新聞 新聞材料 就放到網上 比如說 今天這個 這個國家 呃 呃 你做了幾分鐘 傳網上過你 幾條大的振動 還有像 呃 四月份的時候 我在安徽 呃 呃 有一個曾經參加國六四的學生 呃 叫做張靈 那他一直受到天空打壓 那他的孩子能上學 就有很多父母去到電場 去呃 去支持那種安逸上學 然後馬上我們就看到 比如關注者 就是電場的台上 說我們 這個不明播報 現在我們在播報 一件什麼事件 馬上我們就在網路上 可以看到這個 電場發生的事情 就我覺得 我們看到這個 呃 從03年到03年 到03年 測試時間 其實公平 影像的使用方式 那個 射費 就是他一個 都會很放鬆的電話 總得來使 增加多遠的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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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得性 用攝降機 動向機 本的手段 去取證 去維持 那種更高的 包括這次發生的 這個上海高院 就是 嗯 一模仿 翻去 嫖娼 然後 對一個 長期增加上的人 還有 十個小時的目標 然後把它提交給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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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高院 然後 這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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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這個媒體的工具 工具的土地 像技術以及大家的運用媒體 延期的高漲 非常一代表社會運動的一種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 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能夠做的還是很少 還是能夠一個人在 在士兵不足啊 殘兵不足的情況啊 我都完成了 非常有限 但是我覺得這麼多人 有量有意思 我覺得你一幕今天要做這種動作 其實我們已經看到了 就是這獨有感的題目 這種今天不及此題目 其實已經太好了怎麼穿過 我不要去這樣回答問題 好的 艾老師我們現在的訊號比較穩定 對 那 就是我們的時間也 也差不多 好 十點 那我們想說 是不是你就在線上 那我們就跟妳來一個合照 可以嗎 可以 我們是不是希望我們朋友 可以做到前面來 然後如果妳願意的話 我們可以跟 一起跟這個艾老師來照相 然後再去吧 再去吧 大家說 還好 稍後 按這個 做個字 爽 嚇死